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会展开执法 为例者会被罚款300令吉 被禁止的微型交通工具包括轻便摩托车 特定的微型机动车 例如电动滑板车 引擎滑板车 人力滑板车 以及行动辅助工具 他也说 虽然脚车没有被禁止上路 但使用者必须遵守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333法令的相关条文 来关注疫情进展 沙巴昨日只有51人确诊冠病 持续保持低位 当中 49名患者属于轻微症状及无症状 第一及第二阶段 第四阶段需要氧气和第五阶段需要呼吸机各占一宗 阿比族天井新增13宗病例 比前天少了8宗 但依然是周内唯一双位数确诊的地区 阿比警方周日晚上11时30分起 在伊达道路展开取缔行动 逮捕7名最驾司机 这项行动进行至周一凌晨40 7名年龄介于20至47岁 涉嫌最驾的本地男子 已被代返亚比警局 前大马顶级厨师大赛决赛选手伊蒂卡与曾经出任航空公司主管的丈夫穆罕默安·比利尤诺斯 于去年涉嫌虐待女佣之死 被控上庭 不成上诉庭昨天罕见地允许被控予以3万令吉保释金 保外候审 根据现有法令 谋杀指控是不可保释的罪行 但法庭可在特殊情况下给予批准 伊蒂卡在文判及退庭后 在法庭外紧紧拥抱孩子 激动流泪 过去两年低调过节的伊蒂果商场 今年终于恢复昔日作风 精心设计开斋节和丰寿节布置 打造热闹的佳节气氛 作为亚比人气商场 今年除了增设佳节布置公民众拍照打卡外 上周五开始也推出系列一节活动 包括现场乐队表演 舞蹈表演以及兑换轻包活动 不过 随着开斋节的到来 加上我国国门已在4月1日重开 那名两座舵轮码头预料将比平常更加繁忙 有意在本周末乘搭滚装渡轮或载客快艇的乘客及驾驶者 收促提早订票及提早抵达码头 并要有心理准备将花更长的时间等待 东马领先的房地产网站Property Hunter 于上周四在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了东马最大型的2022年PH房地产展销会 三天内售出总值超过8000万令吉房产 这也是Property Hunter在冠病疫情后 可为两年举办的首次展销会 活动期间 一共接待了超过8000名参观者 这些数据意味着沙巴房产复苏有望 来关注一则发生在亚比Q费事的新闻 这是来寻仇还是抱歉呢 视频可见 三名戴上帽子和口罩的黑衣男子于昨天下午1点38分左右 硬闯翠鸟园一间华人住家 然后 其中一人往大门踢一次 不成功 再一次 就把门踢开了 另外两人也尾随进入屋内 在不到半分钟以后 三人便跑出大门 坐上停在闸门外的黑色车里去 他们破门入屋全程 都被屋主安装在门前的壁录电视拍录下来 亚比警方已经针对这起炒民宅事件展开调查 详情有待警方发布 今天的新闻到此为止 感谢你的收看 更多详情 请浏览沙巴新洲日报网页 新主 boo 又是兴臨 一人没语讨计